第二段要提出你选择该书的理由 我们可以用很常见的转折语词 那么就我而言 写法是用 for us I am concerned 这是固定的语词 我们背起来就可以了 就我而言 原因如下 你要写理由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固定的措辞 the reason why 这个 子句是来修饰前面的reason 为什么我选择这本书 why I choose the book 后面我们 动词就出来了 the reason 动词在那边 are as follows 这也是固定的 讲过两三次了 好 要加s 下去我们就 把这个后面的内容给他写出来吧 讲理由 一二三 我们提两个就可以了 我们看第一个理由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重点 重要在 尊重别人 还有要自我 好 我们就针对这两个大方向 最后结论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合起来 结论 就会 有了这两个特质 我们就会很漂亮 很美好 我们看第一个 首先 我们应该 我们会很美 we are beautiful 是在什么情况下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写法了 我们会美 唯有在什么时候 only when 就是唯有在什么时候 这个是表示加强的复制词句 only when 我们学到了 we learn 我们学到 learn to respect 我们学到 去尊重别人 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美的 otherwise 要不然 否则 otherwise otherwise呢 前面常常会用分号 否则 如果我们不尊重别人 我们将会被怎样啊 we would be 或者是 we are likely 我们很可能 we are likely to be despised 被瞧不起 甚至 and even worse 甚至 这样会怎样啊 这个地方我们有 有连贯在一起 we are likely to be 那后面也是 we are likely to be 那我们 we are likely to 共用 这四个字 共用 这边 用了 被动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币 也可以共用 所以这里一个过去分词 后面只要加一个过去分词 也可以的 even worse 更糟糕的是 更糟糕的是 会怎样 d 我们会讲说 被朋友 遗弃 抛弃 d d eserted deserted by our friend f are nd are nds 所以同学写到这里 可能不太清楚 其实这个是对应关系的 这里有省略掉 we are likely to be 好 给同学做一个说明 那继续我们来看这个 懂得尊重别人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部分 很必要的一部分 it is an essential 必要的是essential 当然你也可以写说 a necessary 好 part 一部分 对我们来讲 那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for us 这个语法是用 虚主词 后面用真正的主词 要配to to 怎样啊 跟别人和睦相处 很重要的一部分 知道尊重别人 to get well along with others 这是第一个部分 就完了 我们刚刚用了转折语词 是用first 现在第二个转折语词 就要出现second 好此外 我们看第二点了 我们前面跟后面的内容 如果可以用对称语法的话 那会非常漂亮的 我们试着来看看 可以说 we are beautiful b-e-a-u-t-i-f-l 前面用了only one 后面我们也来一个only one 是唯有在什么情况下 这是第二个 we can be 我们能够 做自我 can be ourselves 好吧 跟前面结构就对称了 这样子不就很漂亮吗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看 要做自我 要有什么特性 第一个 我们要折三固执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些都是要做自我 不会受人的 这个 人家意见的摆动 这样子 所以后面内容就用这个 来延伸 we should 我们应该要 坚持 insist on 坚持什么 对的事情 这个对的事情 老师有讲过 一切事情都是用what来带动 what is right 你还可以写 对的 而且是善的事情 and what is good 这样写 是不是很漂亮 这话的真的很好用 这是 这一个 第二个 而且 永远不要放弃 就要坚持下去 and never 放弃是 give them up give them up 这是有两件事 对的事情跟善的事情 我们要坚持 绝对不放弃 这是 第一个 那另外呢 我们对于那个 善恶 是非 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了 讲家具 此外 要负责任 besize we have to 必须要take 负起全责 for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就是责任 负全责 那对什么负责 for 要对于 我们所的 说的话 做的事情 言行 又是讲一切事物 一切事物 又可以用what了 所以后面可以写 what we do and say 我们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 言行 我们要负责 这样子 内容就 差不多了 ok 老师这边又忘了 把这个发展 移到上面去 做一个调整 这个重点 应该在这里 好 我们就移到这里 最后我们 准备下结论了 好 总而言之 这个就是用总之 to sum up 还有一个是 insured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另外有一个是 insum 总之 好 结论就要把 前面两个重点 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如果 if we are well manner 假如我们是 很 懂得分寸 有礼貌的人 well manner m-a-n-n-e-r-e-d 这个是形容词 well manner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 we should respect respect 尊重 别人 后面又还有 对称结构 我们不妨 再用分号 因为分号的特征之一 就是前后两句 有对称的语法 内容上对称 所以后面我们也可以继续写 if we want to live 我们要过一个生活 什么生活 with dignity t-i-g-n-i-t-y dignity就很有尊严的 那你就要自我 要be yourself 所以这个 两个 表 条件的 副词词词 这个词语呢 在对应 后面就是句子 给他写完 我们应该要怎样 we should be be ourselves 好 最后结果 如此一来 英文可以用this 我们就会 说人喜爱 we will be beautiful 前面有讲的 大方向就是 我们都会很美 但是不是外表的美 而是心里的美 好 and 说人欢迎 可以用welcome 说欢迎 不论 我们 去到哪里 或者是 不论在何时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样 加强的 whatever and 好 whatever 不论何时 不论何地 我们都会 很美 都会受人喜爱 这就是结论的一个 内容 好了 这篇作文 算是不好写 因为比较抽象 老师已经把内容 还有结构 做了分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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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